各位科展秘籍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科学X博士 在今天的科展秘籍里面呢 我想来跟大家回顾一个 以往的一个蛮不错的作品 这个作品呢 它基本上是用高铁来研究这个整个高铁前进的路线上面的地层下限的问题 这个题目的完整名称呢 叫做维基自线 台湾高铁差异呈现的新测量方法 那它是在51届中小学科展里面的第一名 那同时它也是最佳创业奖 那它所报名的组别是国中组的地球科学科 那这个的档案如果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怎么去下载 其实你要在Google这边搜寻科展群结厅 到了科展群结厅的网站之后呢 在这个里面的查询的这个栏位里面呢 直接输入高铁 你可以看到其实有不止一个作品跟高铁有关 那我们找到这个维基自线 按下这个搜寻 就可以看到这篇作品在这边 点进去之后呢 把这个页面往下翻 就可以看到这个PDF档 你可以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之后来慢慢看了 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印象啊 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有个蛮大的一个演讲活动叫做Teldex Taipei 当时这篇作品的其中一个作者 吴晨如同学就有受邀在这个Teldex Taipei里面分享了他今天做这个研究的主题的一些来龙去脉 那当然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Google跟他合作的一个广告 这个里面大家也可以很容易可以可以在网络上找寻到这个的内容哦 重点就在讲说他今天这个吴晨如同学利用搜寻 然后怎么样找到一些发现科学或者是找到一些自己做研究的乐趣等等的 这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一个科学上面的小故事 好那我们回到他这个作品的一个解析啊 这个作品在讲什么呢 我们今天都知道啊 这个高铁在行驶的时候 还有这个路线也就铁轨嘛 那有些地方可能会有桥墩把这个高铁的轨架给高架起来 那所以呢 高铁在前进的过程中 如果今天有些地方发生了地层下陷的话呢 那当然他不只是对当地有一些建筑物会有影响 当然也会影响到高铁整个在行驶的过程中的安全 那他主要做的就是这个研究 那今天如果今天路面不平的时候呢 这个高铁在行驶的过程中 就会有这个垂直方向的一个加速度的产生 那想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个的测量来做这个研究 好了 那怎么样测量加速度 在这个研究的作者里面呢 他们找了一个笔记型电脑 这个笔记型电脑里面有个装置 他是说他可以测量这个笔记型电脑 两个水平方向的加速度 这个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会有这个装置呢 据他这个报告里面是说 一些比较高规格的商用笔记型电脑 他为了担心说我们今天笔记型电脑 你可以想一下把这个盖子盖起来之后收到包包里 大概我们今天装到包包里的时候这个笔记型电脑是直的 那如果不小心包包碰到碰撞 比如说忽然往下掉的时候呢 就会在这个红色的方向 或是这个绿色的方向产生一个加速度 那今天笔记型电脑里面的硬碟 有可能因为碰撞的关系造成里面资料的损害 所以当他今天这个机器里面的 加速度感测仪 也有人称作是加速规 规格的规 就是也有人称它是加速规 这个加速度的感测的装置 如果发现这个有加速度产生的时候呢 他就会赶快把硬碟关掉 那避免这个在碰撞的过程中产生这个资料的损毁 这个是当时一个高规格的笔记型电脑有一个功能 所以呢在这个研究报告里面呢 呃吴同学他们的组员们呢 就一起做了一个这个支架 可以把这个笔记型电脑 荧幕打开到最开的时候呢 让它立在这个架子上面 那高铁在前进的时候 这个前进方向 还有高铁如果是行驶在轨道上面 有垂直方向的加速度的时候呢 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笔记型电脑上面 这个两个方向的加速度的记录 来看看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轨道上的高度差 那讲到这边大家可能会觉得啊 其实啊 我们今天啊 在2020年到2021年 不然我们大家注意到 今年这个时候刚好是科展第60届 如果大家有去这个科教馆 就是士林这个科教馆的话 还有这个科展60年的这个一个回顾展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啊 其实用手机 手机里面也有这个装置 它可以帮忙我们测量说 手机的震动 不论是上下左右前后 三轴的方向都可以利用你 里面那个加速度感应器 去测量出这个三轴的这个方向 可是呢 今天吴同学他们参加的这个是第51届科展 51届科展大概就是2011年到2012年左右 所以当代其实说实在的 我不确定那个时候的手机 在这个加速度上面的这个感应装置 是不是有像今天这么纯熟 所以当时的技术 大概他们所采用的是用笔记型电脑上面的这个加速度感测器 来做这个实验的主要观测装置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验到底是怎么进行的 那在我们接下去下面的节目之前呢 请给我们一点点小小的时间 我们要进行一段广告 这是我们科展密集研究的策略线上课程 这些根本就不叫做研究的题目 它只是你想要用什么来做研究而已 我们这一次课程的重点 是放在可以让大家透过一些系统的方法 规划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研究题目 在我们熟悉了怎么样拆解一个研究题目之后 我们再来回头看看 为什么要把一个研究题目做拆解 在第四章里面 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一些产生题目的系统化做法 一旦你跟你的研究伙伴开始讨论起来之后 很快的你就会像我一样 开始累积出一大堆的灵感跟想法 我们做这几个练习的目的是 希望大家在平常看一些题目 看一些研究的过程中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解析的这个题目上面 今天如果今天列车的轨道是平的话 那列车在前进的过程中 它整个的位移 理论上应该是在一个水平的高度上面在前进的 那如果今天在整个前进的过程中有发生地层下限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轨道在某一个地方 可能还有一个高低上面的落差的时候 那就会在我们列车整个前进的过程中 有一小段的地方会有一个 也就是说在前轮或者是后轮 会有一点点的机会产生让它有一个腾空的情形发生 那既然列车前进过程中前轮跟后轮有一个瞬间是腾空的话 那掉下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加速度 那我想大家如果同学们有稍微对物理有些认识的话就知道了 只要把加速度对时间做积分的话 那就可以得到速度 那进一步如果把速度也对时间做积分的话 那就可以得到距离了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在测量这个列车前进的过程中 得到了某个加速度的变化 那把加速度对时间积分得到速度 再把速度对时间积分就可以得到今天这个上面 如果因为地层下限引起轨道的高低落差 这个时候产生的这个高度S就可以经由这个加速度G所测量而得到了 好了 但是这个作品它除了量出哪些地方有地层下限之外呢 它真正最大的贡献是这样子的 它说在这个方法之前 其实原本在高铁就有一些传统的测量方法 它利用了我们今天可能在路边有些地方看到这种传统的测量方式 像是经纬仪或是水准仪这样方式 也可以测量今天每个地方有没有地层下限的进行 另外呢 大家用大家熟悉的GPS 我们开车的时候 GPS可以告诉你说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 你可以往前开往左开往右开等等的 所以不论是在精度维度上面 其实GPS能够给我们的也还有高度 就是一个我们今天可能是高度几公尺几公里的一个变化 所以高度的资料也可以经由GPS可以得到 那当然呢原有的也会采用我们一种是这个公园院所这个可以委托它做这个水位观测值 同样也可以来观测说一个地方的这个地面是不是有一些高度上面的变化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样子 今天如果是使用经纬仪或是水准仪的话 它所要花费的经费一年需要有700到1100万人 而如果是使用GPS来做量测的话呢 一年也需要有高达2000万这样子的预算 所以说在这整个研究里面它说的意思是说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装置其实只有用到了一个笔字型电脑 那如果是把这样子的装置装在我们的列车上面的一些地方 然后呢在每天行驶的过程中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今天的整个行驶路线上面的这个轨道的平稳的情形做一个记录 那就可以用一种很简单很经济而且有很快速的方法把整个轨道上面的今天是不是有下限的情形做一个很快速的量测 好了那我来看一下这个作品了 我觉得这个作品它能够得到第一名真的是有它的几个可取的地方 第一个是它的理论很简单而且方法非常的精彩 利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把困扰大家很久 而且可能要花费很高的一个费用的问题 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做一个不敢说完全解决 但至少是一个真正具体的进步 而第二点呢它提供的这个方法是具体可行的 我们今天刚刚说的这个高铁可能有一些既有的历史方法 可是它今天说的这个方法不敢说是非常准 也不敢说比以前厉害多多少 可是呢至少它是个很经济 而且你装了之后绝对是有具有它的参考价值 那再来呢第三个我也觉得很妙的是 它并没有花很多大钱去做很多很昂贵的器材的一些这个使用 或者是去买了很厉害的什么测量仪器等等人 它善用了身边原本就有的工具 就可以把这个实验给完成 这是我觉得这个实验也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棒 很精彩的地方 好那今天的科展解析就跟大家说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对科展有兴趣的话 那我们未来也会持续做很多跟解析以往的科展作品相关的影片 那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也想要看看其他的选手们怎么样进行科展研究的话 那记得订阅我们科学X博士的频道 那未来我还会继续做更多更多的科展解析的影片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咯 拜拜